珍爱生命谁都明白 难道美国人的心真的这么大 还是谁给美国人民捏造了一个新冠疫情已经过去了的假象呢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小英 前几天CNN推送了这样的一则报道 报道说有一些美国人假装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了 这篇文章援引了盖洛普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 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愿意克制自己 停止旅行和暂停参加大小集会活动 美国人这招掩耳盗铃是怎么想出来的 小英有三点看法 第一 一个特朗普倒下了 千千万万个特朗普站起来了 珍爱生命谁都明白 难道美国人的心真的这么大 还是谁给美国人民捏造了一个新冠疫情已经过去了的假象呢 尽管拜登和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苦口婆心的劝说美国人 新冠疫情离结束还早着呢 要好好继续的佩戴口罩 保持好社交距离 然而啊 就是有共和党人千方百计的要搞破坏 比如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就在三月初宣布 解除口罩令 允许企业全面重开 虽然这种做法被拜登狂批是原始人思维 但挡不住源源不断跟风的呀 比如密西西比州共和党籍州长 李福斯就立即效仿 宣布取消口罩令 顶层发话不好使 美国政坛疫情政治化已经深入无碎 各有各的小心思 大战当前东石西固 兵不犹教 这招还怎么打吗 第二 新冠疫情把美国多年来反制主义的副作用暴露无遗 从戴口罩会增加感染新冠的概率 到喝消毒水杀新冠 新冠在夏天自动消失 等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说法 在特朗普的推动下 在美国还真不缺信重 特朗普本身是否反制并不重要 重点是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大部分人的想法 去迎合他们 事实证明 在防疫惨败的前提下 特朗普依然拿到了7100多万张选票 什么样的人会去相信这些反常识的言论 美国的反制主义 到底培育了一批怎样的美国人 老拜登直呼带不动 第三 美国制度性顶层设计弊端击中难反 美国的政客是从各个政治立场 已定的选区中选出 他们常常在上台后 通过为选民表演民粹主义桥段 来寻求继续执政 这带来的人心不齐难以指挥 在非常时期是可以致命的 根据美国运输安全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从4月1日到4日 美国已有600多万人乘坐飞机出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 这表明随着各州开始放松管制措施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摆脱管控措施的束缚 这里面大部分人从未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媒体还发现 从2020年3月开始 在搜索引擎上搜索新冠病毒这一词条的美国人急剧减少 到目前为止 只有约31%的美国人还在密切的关注着疫情的相关消息 很多美国人都觉得新冠疫情在美国已经穷途末路 确诊数据一路走低 可以渐渐开始恢复日常生活了 那么新冠疫情在美国状况到底如何呢 现实是全美7天平均日增确诊病例和住院病例人数都呈增长趋势 虽然比1月份高潮时 数据上有大幅度的下降 最近却隐隐又有抬升的趋势 日均新增6万例 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新冠疫情最严重国家之一 另外 有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表示 便已读出在美国多州广泛传播 成为美国当前疫情防控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 美疾控中心5日更新的数据指出 最早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 已经在全美50个州传播 目前在美国 感染这类新冠病毒的病例已经超过1.5万例 与早期的毒株相比 这类毒株更具传染性且致命率更高 一边是连日增长的死亡病例 一边是放松防疫规定的自说自话 这到底是追求自由还是自私 警惕权威过了头是理性还是无知 随着各国渐渐开放边境 控制不了疫情的美国 会不会带害世界疫情防控来之不易的成果 我只能说 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不尊重的国家 难以获得世界的尊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